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频道 9月7号11点05分晚上已经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 亦都在11点45分同时发出了这个山林倾舍警告 由于受这个黑雨影响多区发生水浸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黄大仙站扶手电梯整条瀑布 想不到这次黑雨那么厉害影响这么多地方 而某部分港铁出入口已经封闭 黄埔站、子观塘站来回列车已经暂停 城巴6号、9号、14号和15号都会暂停 在刚才的片段大家都看到 沙头角的水位可以去到城人小推那么高 而在港岛区方面也非常严重 由于一小时的雨量都可以达到150毫米 令到多区出现严重的水浸 现在以上看到的是湾仔区 我们可以看到市民就算大了傘之后都没什么用 除了湾仔之外 柴湾都变成一个重灾区 在柴湾的回旋处黄礼水有半米深 我们可以看到多个市民提供的片段 在环翠邨的长命车更有一名女子被水冲去 我们在片段所见到那位女士 因为水流很急 所以起床也不容易 听上去好像很夸张 但我们看片看到真的被水冲去 我们再来看看环翠邨的停车场 今次这个鹤鱼真的非常之厉害 我们也看到东区走廊近沙基湾位置 在片段所见那位司机被困在车里面 其他司机都有下车帮忙 才能使司机爬出车外 更有的士司机在沙基湾 在这条桥下车的位置 同样被困等待救援 所有通宵线的乘巴暂时暂停 直至另行有公布 在桥的另外一边 我们也看到有一辆户车 经过正去救援 以我所记得好像在香港 没试过这么严重这么多区的水浸 原来天文台刚刚发布了 一小时的雨量可以高达158毫米 可以说在香港这么多年来 历史里面破纪录的一次 我们同样见到某些巴士的水位 可以浸过一辆 而李家超也刚刚发布了 十分关注今次当区水浸的事件 纪力部队也处理紧急求助的个案 多个部门也全力去应对今次的黑雨 除了这几方面 李家超也说 呼吁市民留在一辆安全的地方 今次的报道我们就分享到这么多 下次我再分享其他东西 别忘了订阅、赞、订阅和分享这条频道 留建议性的留言 和多看一些片段 十分感谢大家 拜拜